随着富邦汉将队的超级打者高国辉宣布在本赛季结束后退役,无数球迷感到难以割舍。 他从美国职棒归来,迅速继身中华职棒的拳雷打霸主,引人注目。 这不禁让人好奇,历年从海外归来投身中职的球员中,又有多少人能够像高国辉那样,展现出让人瞩目的表现。 以下,我们将一同回顾那些年回归中职并大放异彩的前十位球员排行,第十名,郭元智。 排名第十的是现年66岁的大郭郭元智,他在业余时期便是国家队的常客。 1981年加盟日本职棒中日龙队,凭借速度最快达到151公里的快球和锋利的纸插球,成就了五次单赛季赢得十场以上比赛的壮举。 两次单赛季完成十场以上的丸头,以及四次单赛季实现十次以上的成功救援,还在1994年赢得了日职央联的最佳防御率称号。 1987年和1988年连续两年获得央联救援王,16年的日职生涯累计获得106场胜利,防御率为3,22,完成72场丸头和116次成功救援,实为一段传奇。 1997年,大郭离开日本,加盟终止统一师队,第一年便以5胜3败,防御率3,50的成绩亮相。 次年转战核信经队,更以14胜3败,胜率达到8×42和2。 50的防御率荣获那一年终止的胜率王,1999年虽然只赢得9场胜利。 但是以防御率2,34和美局被上磊率0,98的表现,仍然是当时核信经队不可多得的本土王牌投手,第9名,郭李健夫。 第9名是身高185厘米的郭李健夫,在1993年为日职版神虎队登台亮相。 6年的日职生涯虽然没有像郭元智那样达到单赛季10胜,10次玩头的成绩,但防御率始终保持在3左右,最快球速可达152公里,拥有一颗优秀的纸插球。 兼具先发和救援的能力,1999年,郭李转投中职核信经队,首年便以15胜7败,防御率2,89的佳绩登场,次年以10胜6败,防御率2,39的表现,接过了郭元智在核信的王牌投手的接力棒,此后转为担任救援。 还在2002年获得忠职救援王的荣誉,将郭李的排名置于郭元智之上,主要是因为他在忠职的战斗力贡献,虽然在日职的成就可能不及大锅,但在忠职,他完美地扮演了王牌投手和守护神的角色。 第八名,蒋志贤。 在2015年的终职季中选秀大会上,蒋志贤被忠信兄弟队以首轮第一顺位选中,他的加入弥补了球队在重炮手方面的空缺。 随后的2016年,他与加盟自Lamago桃源的林志胜搭档,共同构成联盟最具威胁的四、五号打者组合。 那一年,两人都以30个以上的拳雷打成绩贡献了球队,尤其是蒋志贤。 他那年的打击率高达402,成为忠信兄弟夺冠征途中不可或缺的力量。 但是,随着时间的流逝,忠信兄弟团队发生了变化,包括2017年的五虎将事件,导致蒋志贤被球队释出,之后,他转头富邦汉将。 尽管如今已年届35,状态不再如稀,但他依然在终止舞台上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不懈奋斗。 第七名,胡金龙。 紧接着我们提到的第七位,胡金龙,他的大联盟生涯虽然平平,回归终止后却如凤凰涅盘。 特别是在2014年和2015年延续两年获得终止打击王的荣誉。 至今,他每个赛季的打击率都保持在300以上,生涯打击率达到惊人的349。 这在联盟历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成绩。 胡金龙不仅个人成绩优异,他还帮助一大犀牛在2016年夺得了终止总冠军。 这无疑是球队最希望看到的成果。 第六名,陈庸基。 第六名是陈庸基,被逆称为台湾轰炸机的他。 在加入终止之前已在美国小联盟历练多年,2010年终止选秀会他一名惊人。 被选为状元,至今,他在终止的表现令人瞩目,不仅完成了千安、百轰、百道的里程碑, 更是帮助统一师夺得了三次总冠军。 虽然他的力量可能不及某些同行,稳定性也不如某些巨星,但综合来看,他是一位极具全面性的选手。 第五名,李振昌,拥有美国大联盟。 日本职棒资历的李振昌,在2018年加入中信兄弟,变成队上的守护神,最快153公里,终止记录的速球。 在搭配被票选为2022年现役终止最难打变化球的滑球,真的令许多打者束手无策。 综合许多教练观察,李振昌的滑球转速快,且快到本雷板才变化,出手点与直球相似,都是他滑球不好打因素,也是他能站上大联盟重要关键。 中信兄弟2021,2022年的二连霸时期,李振昌也是兄弟非常重要的后援投手。 与吕燕青所组成的左右护法,更是终止现今最具代表现的守护神组合。 第四名,高国辉。 棒球情人高国辉与胡金龙都于2013年加入一大犀牛,来到终止开始用他那让人嘖嘖称奇的打击力道。 2014年下半季商誉付出,只花半季就以18轰拿下该年度全雷打亡,隔年再以39轰。 刷新联盟至今单季最多轰记录蝉联全雷打亡,到了2016年,更与林志胜上演全雷打亡争夺战。 虽然两名选手都在这一年敲出34发全雷打,但高国辉以较加全雷打率完成史无前例的终止全雷打亡三连霸。 同样帮助一大在2016年夺冠的高国辉,综合衡量他的长打贡献及替球队带来的实质战力,确实如同他的爆发力。 也位强而有力的海归派球员,第三名,王毅正,曾挑战过日本职棒的王毅正。 虽然先前在日本发展不太顺遂,但从2013年终止赛季至今,本土先发左投中。 还是王毅正最为稳定,成就更无人所及,回顾过去10个赛季曾有3个球季达单季10胜,也是目前史上唯一达成该记录的本土左投。 更有7个赛季能在单季吃下超过百局的投球局数,同时多次在历年台湾大赛中,扮演球队就是主,帮助Lamago桃园队于过去10年中赢得5座总冠军。 生涯至今也累计75胜,已是终止史上最多胜的左投。 王毅正在2015年总冠军赛第五战,Lamago桃园在陷入一胜三败,被中信兄弟听牌的逆境下,派出王毅正先发,而王毅正也展现王牌本色。 玩头九局仅失二分,帮助球队续命,继而赢得该年总冠军。 2017年总冠军赛,由于Lamago桃园包办该年上, 下半季冠军及年度战绩第一,因此先获得一胜。 而王毅正在第四战先发,主投六局仅失一分,帮助球队在取得三胜一败的听牌优势下,顺利夺得总冠军。 2018年总冠军赛,同样因Lamago桃园包办该年上,下半季冠军及年度战绩第一,因此先获得一胜。 王毅正在第四战,两队皆为二胜二败的局面下,先发七局仅失二分,外带十次三阵的表现,帮助球队率先听牌,使球队赢下总冠军。 2019年总冠军赛,Lamago在一胜一败情况下,第三战在派出王毅正先发,虽然王毅正这回先发七,一局失四分,但还是帮球队拿下胜利,取得二胜一败优势。 而Lamago桃园最终也顺利获得总冠军,达成三连霸撞举,光这些成就,就值得将王毅正列入前三名。 第二名,陈一信,终植昔日假日飞刀手,也是兄弟相永远的王牌投手陈一信,在终植成立前,曾效力日值中日龙队,生涯在日值一军两年,留下三胜一败,防御率五,九十成绩。 1991年返国加入兄弟相后,靠着精准控球以及耐头等投球特色,很快成为相对王牌投手,加上三阵对手之后的招牌拉弓和常备安排在假日先发的因素,也让他拥有假日飞刀手的美名,陈一信在终植六年的成就有多可怕。 除了1995年为达双位数胜头,每年都上看十胜,十丸头,更创下单纪二十二胜,二十三丸头,二百五十八,一局的铁人记录,且效力兄弟期间,更帮助向队于1992年到1994年完成终植首次的三连霸。 刊称是终植史上旅外归国最给力的投手,第一名,陈金峰,中华队永远的第四棒,台湾第一位登上美国职棒的选手,陈金峰的魅力实在让人无法倒。 2006年反加盟终植Lanu雄队,风哥就在该年搅出三成17打击率,21发拳雷打及81分打点等佳绩。 虽然在与张泰山角逐拳雷打王的过程中失利,可是还是勇夺打点王,甚至回台第一年就帮落。 Lanu赢得队史总冠军,隔年再以三成82打击率,26发拳雷打,拿下打击王。 刚回到中职的陈金峰,打击实力仍在巅峰,从他在国际赛表现就有目共睹,尤其2007年亚锦赛,面对现美国职棒教师队王牌投手, 也是该年亚锦赛日本队王牌投手打比修友,敲出带有两分打点且逆转比分的拳雷打。 更是轰动整个拳台民众,即便风哥于2016年纪后隐退,可是他在最后一年职棒生涯仍有单纪13红成绩, 与其说是因为不符战力需求,倒不如说是上场空间被压缩。 而陈金峰在Lano,Lamago桃园队总计11年,也替球队赢得四座总冠军, 特别时常在总冠军赛扮演英雄,在关键时刻敲出拳雷打, 更是许多熊迷,圆迷的难忘回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